那一樣我會把每一次上課的影片都放在那個教學論壇裡面 所以你們一樣就是到這邊連結 那點進來之後的話一樣會看到我們每一次上課的內容 那每一次上課的內容其實我講過來 就相對的會越來越稍微困難 但不會馬上一下子就是很難 可是至少難度會是比較高的 我把那個畫面切一下 那如果有時候我遠端上課跟實體上課 實體上課是很單純就切那個畫面 但是遠距上課還要再分享畫面 有時候會忘記,剛才同學有提醒我一下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上個禮拜的一些相關重點 那當然這是第一次上課的 第一次上課的就是函數而已 還有去期錄製 那上一次上課難度就提高了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開始寫VBA了 當然錄製劇集也是VBA的一種方式 可是這個錄製劇集 也是有幫我們寫出來的VBA程式 那寫的它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就是把你滑鼠鍵盤的對應動作 幫你轉換成那個電腦看得懂的程式員 那電腦看得懂不見得你看得懂 OK 所以其實它錄下來的東西 基本上當然有一些地方其實不是非常理想 比如說它的行數它的程式可能相對會比較冗長一些些 然後比較沒效率 那如果你將來寫的比較簡短而且有效率的程式 當然你還是必須要自己學會怎麼樣去寫VBA的程式 當然不是叫你一下子馬上全部都要會寫 你可以漸進的 比如說一部分用VBA 一部分用錄製劇集 兩者之間其實可以互相搭配的 反正的話就是你可以達到至少提高效率的目的 那當然都是好方法 至於要怎麼做 其實當然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OK 你們可以想一個方法是你比較可以接受的 比如錄製劇集 然後配合上個禮拜的VBA 那再來的話呢 上個禮拜我們還有結合什麼 一個4回圈 那所謂的回圈 上禮拜特別強調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重複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在電腦裡面的世界 用回圈就可以幫上忙 因為其實人最討厭就重複做 每天都一直重複做 因為有些工作其實都固定的 每天都要做 或者是每天要做很多次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用回圈 一下就全部幫你解決了 就靠電腦幫你代勞 OK 那裡面的話當然會需要有個變數 For i 那個i的話實際上就是個變數 那以後的話 你們可以這樣理解 反正呢 就是在一段程式碼裡面 那個數字會改變的值 那個值會改變啦 OK 那就是你可以把它設定為一個變數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哪個地方會變的 這個地方當然我們指的就是 哪一列到哪一列 比如說第二列到101列 那當然我就可以給一個i OK 然後呢 他就會告訴他說 你從第二到101幫我做變化 他就會 101就停下來了 OK 所以for回圈裡面的話 頭一定是for for i 等於2到101 然後呢 底下一定要有個next 所以呢 特別注意 程式語言一定是一對的啦 fornext 這個是固定規則喔 請務必一定要記起來 而且要熟 記熟喔 OK 不是說記下來就好了 還要熟悉喔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反正程式語言是這樣 我一直強調啦 反正你就把規則記熟 OK 前提是熟喔 我就記就算了 他熟悉 然後呢 固定填上需要的一些數字 他就會幫你把你需要完成的範圍 通通都完成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滿厲害 尤其是數字越大 效果越明顯 比如說for i 等於第二到1萬 哇 那感覺就差很多 你如果人工要做1萬次 那不得了了 OK 甚至是100萬 哇 那你更大的數字 但是對電腦來說 那簡直是輕鬆的不得了的事 反正他 而且電腦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快 第二個的話呢 24小時開著 那你只要程式寫好 你可以呼叫他 半夜叫他做事都可以啊 所以現在很多的 像金融啊 金融業有沒有 他們可能 我們這邊 晚上的是美國正開盤 那你要隨時要抓美國的 這個相關的股市資料的話 那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半夜不睡覺 但是如果你有寫一段陳詩 他會自動幫你 趕快他開盤 馬上抓回來看看 那你可以寫一個演算法 如果那個演算法 假如有一些狀況的話 你再去把你吵醒 或者是說 再叫另外一個可能你的同事 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向下追蹤 這個也蠻重要 我一直講 那個向下追蹤 就一行程式 那個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用Range 比如Range A1 然後呢 向下追蹤 這上禮拜有講到 所以如果細節部分 其實你們都可以看一下 這個下方的影片連結 那再來當然 我換了一個151的刮符字串 其實就是換了一個範例 那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包含就是函數 包含就是錄字句期 然後包含就是VBA的撰寫 OK 所以這個的話呢 請各位還是回去要花一點時間 那底下影片都有完整的錄製 所以上個禮拜的影片都在這邊 雖然說只有八段影片 不過你回去假如說要把它複習的話 我想至少要再花個三個小時 應該都還可能不夠吧 尤其是你要重新再做過一遍 甚至要熟悉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OK 其他的話 像我們的雲端白板 像上個禮拜的151 就是放在一樣 這邊有一個151 答案在這邊 你就看藍色的151 裡面的話 實際上就有我們上個禮拜的相關函數 包含就是Find、Mid、IfAir 這個是函數部分 那錄字句期我就不演示 因為錄字句比較簡單 1、2、3、1、2、3 錄下來 然後把它變兩個按鈕 再來就是把它變成VBA VBA的話一個是輸出公式 公式 我講過 如果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部分 你要把它改成兩個 像哪裡 像這邊是一個變兩個 一個變兩個 OK 有沒有 其他細節請各位自行再去複習一下前面的東西 這個細節我就不再重講 那清除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給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把這個範圍 那個範圍會變動 所以如果你假設今天到第10列 可是明天可能到第20列了 那你不能說 你以後呢 又再來程式裡面修改嘛 當然不是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追蹤的那一行敘述 把它填到這個程式碼裡面 就OK了 當然呢 你剛開始寫VBA程式 不可能說一下子就馬上熟悉啦 不過沒有關係 你剛開始假設不太熟悉 我是允許各位 可以用Ctrl-C Ctrl-V 有沒有 這邊可以Ctrl-C 然後你可以貼到哪裡呢 貼到Excel裡面的那個程式裡面 然後貼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做 不過你貼完之後 你記得把它delete掉 重新自己再打過一遍啦 OK 這個才叫做你真的學會喔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就是 貼上就沒事了 沒有啦 你還是別人的程式 你還是不熟嘛 OK 所以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盡可能的 除了會之外 還要熟練 如果你以後這些熟練之後 其實說真的 我們將來寫來寫去的程式的架構 大概基本上都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是照這樣衍生 只是說難易度 會稍微變得比較困難 邏輯會變得比較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上個禮拜的程式 其實這邊都有 你們可以自行再參考一下 那另外的話 VBA裡面呢 我是把它改成用這個 INSTR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就取代5函數 因為我講過 在VBA裡面的函數 跟Excel裡面用的函數 是不一樣的 兩邊其實是不相通的 但是有沒有辦法讓它裡面相通 是可以啦 只是這個也許又比較困難 後面也許我們有機會再來提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上個禮拜的上課內容重點 OK 所以這邊影片都在這裡 包括剛剛講的 OK 所以這個細節部分呢 請各位就是 再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 再幫我開啟另外一個範例 在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開啟這個叫做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這個範例的話 除了你可以從範例檔裡面找 這個範例檔之外 另外的話你還可以再怎麼樣 其實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就有了 其實這個資料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想要找那個開放資料 你就Google打一下那個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的話呢 這個關鍵字裡面的話 其實就會有一堆的東西啦 那當然第一個連結一定是政府開放資料 那為什麼要使用開放資料 主要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裡面喔 我記得好像有至少幾萬 六七萬的資料 這麼多資料 等於是政府能夠公開 比較沒有個人隱私問題的資料 它都會放在網路上 讓民眾可以自由存取 那其中的話我這邊有個範例 假如我們舉個例子 我有一有一個疑惑 到底這幾年來 從柯P上任之後 到底治安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然後呢 第二個問題是說 到底台北市的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是最多的 哪一區 比如說你可能想買房子 哪一區當然治安最好 另外的話哪一條路 除了路就還有接還有到 那切到案件最多 相對當然還有最少的 那什麼時間切到案件最多 或者是說區跟接的交叉分析等等 那這些答案到底要怎麼得到 當然最後其實最好是四句話 就是說你可以把那個圖畫出來 你就知道了 歷年來的切到案件 原來長這樣喔 OK 有沒有 然後呢 比例數量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圓形圖 那數量的話 你可以用直條圖 有沒有 馬上螢幕了然 這些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有一些data 其實這是大數據分析的 一種比較淺顯易懂的一些應用 OK 所以我是找什麼 找所謂的開放 政府開放資料 它這邊有個開放平台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找 這邊的話 我是從這邊裡面找 那比如說我想知道那個 竊道好了 比如說 針對什麼呢 針對那個竊道 所以我記得好像我在這邊打一個竊道 我想要知道有關竊道 當然有全省的 那其中的話呢 最popular 比如說最熱門的 它這邊會列出來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它會列出 竊道 那這邊有 對 竊道的話你會發現 底下最熱門好像是 跳出這個 好像這個是竊道 那好像不太相關 底下這個應該比較有相關的 那比如說它跳出來 就是台北市的汽車竊道案件 還有自行車 那其中的話呢 可能我覺得比較有關心的 剛好就竊道關鍵字的最下面這一個 叫台北市的住宅竊道點位 OK 你把它點擊進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所謂的CSV 這個CSV其實 直接打開就是可以用以自由開啟 那如果說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跟你講說 這個是它裡面 總共提供給你這幾個欄位 包含就是編號 案內 發生日期 發生時段 發生地點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 快速的利用 這個什麼 Excel 幫我做分析的話 那我怎麼 這是很 我是覺得 應該是還蠻一般生活 工作上都會遇到的問題 我只是取這種 來源可能會比較開放的一些資料 那這個是什麼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提供的 那它是每個月都有更新 免費的 OK 然後上假日期 最新更新的是8月1號 8月3號 它等於是兩天前有更新過 OK 然後這邊有相關說明 那我們就把它下載 下載的方式很簡單 就點一下CSV這邊 點一下 這邊就有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不過開啟之前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旁邊的檢視資料 它會有一個相關的編碼說明 如果它是BIG5的話 那打開基本上不會是亂碼 可是如果你看到編碼方式 叫做UTF8的話 有可能喔 如果你的Essale 不是最新最新的版本的話 打開可能會是亂碼 OK 我想應該這個應該就不會是亂碼 起碼 把它打開 下載之後的話把它打開來 我這邊下載 打開一下 可是它很妙耶 它那個說明是說它是BIG5 可是這邊又是UTF8 沒關係我把它打開看看好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這邊是不是有點問題還是怎麼樣 我先check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針對這個問題來做說明 畫面我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